蚝油生菜是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菜 适合快手做饭,也适合减肥的妹子们 蒸菜脆嫩绳口带有一丝甜味 蚝油鲜香浓郁两者搭配 清鲜入滑不油脸 蒸菜搬成叶片用清水清洗干净 腻干水分备用 大葱包皮切成末 葱洗净切成小段 在一个小碗里加入两勺蚝油 一勺生抽,一勺水淀粉和少许水 搅拌均匀成为蚝油脂 在一个大锅里加入适量水和少量银糖 召开后放入生菜 快速照烫至电视 捞出摆放在盘子里 在一个炒锅里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烧热后放入大蒜布和葱段 炒香出味 放入调好的蚝油脂 小火烫熬至浓稠,约2分钟左右 关火后在生菜上淋上蚝油脂即可享用 冻着水 咱们打烹饭